老公 你家还有多远才能到 就在前面 就到了 你说吧 我不让你来 你偏要来 真是的 我怎么能不来 你说咱俩都谈了两年多了 我连我未来婆婆的面 我都没见着 每次我一说来 不是你有事 就是你妈有事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来 哎呀 不是不想让你来 那我妈她也有工作不是吗 什么工作那么忙 天天不着家 那你这次来了 你问问她不就行了吗 就我这个当儿子的 回家一套 还得提前跟她说呢 她还得请假 行 走吧 我家到了 啊 啊 哈什么 赶紧进去吧 走 妈 我回来了 儿子 好 但还不是 灵贤 张阿姨 你跟我妈 你 认识 这张阿姨 是我们家保姆 啊 儿子 妈还有点事 我出去一下 哎 阿姨你别走 我怎么懵了呢 这咋回事呀妈 哎 儿子 你跟妈说你谈了两年的女朋友 就是她 孟凡 对啊妈 不行不行 我不同意 你们两个赶紧分手吧 啊 阿姨啊 孟凡啊 你听我说 阿姨呢 在你家工作了三年 我其实 真的没想到 你竟然能和我儿子谈对象 听阿姨的话 你们两个 真的不合适 阿姨啊 我不这么想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啊 什么缘分不缘分的 冬子啊 真的不适合你 妈 你这什么意思啊 儿子 你看 咱家这什么家庭 就是农村 普普通通的家 人家 孟凡 家住的别墅 我们家 怎么能和他家比呢 这就叫啥 门不当 户不对 再说了 妈在他家 做了三年的保姆 这要是传出去 不上话 阿姨 你听我说 你看 我跟你儿子小董 都已经谈了两年了 我们相处的一直很好 你不能 因为在我们家工作 就否定我俩的感情啊 再说了 我觉得张阿姨 你人很好 你儿子也很好 这就够了 我又不在乎 你做什么工作 在我们家 那更没什么了 孟凡 你还小 有时候四次呢 你不懂 妈 你是不是害怕 你把工作丢了 又害怕 孟凡 他爸他妈 知道我是你儿子 儿子 丢了工作 妈可以再走 但是 咱们家 真的配不上人家 阿姨 你说这话 我就不爱听了 那我们家以前 也是农村的 因为我爸做生意 赚了点钱 我们才搬到市区的 那话说回来 咱们也都是农民粗生 哎呀 我怎么就跟你们两个 说不明白了呢 说不明白 那就不要说了呗 我明白您的意思 您不就是害怕 我爸妈眼光高 瞧不上小董吗 对呀 那您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爸妈在感情方面 是非常支持我的 只要我喜欢的 他们肯定会同意的 问题不就出现在 您在我家当保姆 跟我爸妈都认识吗 是啊 那您也不能因为这个 就否定我俩的感情啊 我们也老大不小了 您说对吧 这倒是真的 阿姨啊 你不用担心了 我爸妈那边 等我回去慢慢跟他们说 妈 那不行 你就不干了呗 不在他家当保姆了 这样你也不用不好意思了 是啊阿姨 您要实在觉得难看 那你就再找个工作呗 我们家那边 等我再招个保姆 哎呀 你们年轻人啊 阿姨 我看好的是小董的为人 又不是他的家庭 啊 你既然这么说 我也就没有啥好说的了 阿姨 你说我这头一次来您家光顾着说话了 口干舌燥的啥也没落着吃 啊 啊 对对对 那 这样 咱回家 妈 给你们做好吃的家 哎 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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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回家